哇 水锅下到满足了 最近评论区有好几亿小伙伴要求吃这个靶子肉 市场上买了6斤五花肉 今天咱们给它吃个狗狗 由于五花肉不是很多 咱们先把五花的皮给它蹭一下 然后咱们把这个猪皮上面这些黑的烧焦的猪皮给它刮洗干净 这样不仅可以去除猪毛残渣 而且可以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猪皮上面的鱼腥味 接下来咱们把处理好的五花给它切成小片 肉尽量薄一些 咱们的切肉环节已经完毕了 接下来咱们把五花给它套下水 咱们把五花给它下到锅中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料酒 接下来咱们准备一半葱 给它切成小结 然后咱们把姜也切成小片 接下来水开货 咱们把浮沫给它打一下 这鲜猪肉浮沫不是很多 浮沫皮差不多 咱们把五花给它捞出 待会用温水给它洗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简单炒个糖色 倒好油以后 咱们给锅里边来上45粒冰糖 然后咱们全程小火把冰糖给炒至融化 咱们把糖色炒至变色冒泡以后 先冒小泡 然后冒大泡 然后大泡变小泡 电光火势一刹那 然后葱姜蒜给它下去煸 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激发出这个葱姜蒜的香味 然后咱们把五花给它下里边 五花咱们煸炒差不多 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 继续给它煸炒一下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来一小袋这个卤料包给它放到里边 然后搁点老抽 头油 来点盐 最后咱们再给里边来点红去米 有条件的话可以放点这个腐乳 盖盖小火咱们给它炖上两个小时 接下来咱们默默的等待 炖了四十多分钟以后 咱们把里边这些大调料给它煸一下 然后在门口小超市买了 买了一只鸡 咱们把这个土给它揪下去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手丝鸡 给里边稍微来点料酒 水微微开火 咱们把浮沫给它打一下 浮沫撇的差不多 咱们把葱姜给它下里边 然后来点八九桂皮香叶 白纸和凉姜 给它下里边 再来两个拍碎的黄枝子给它上色 半个洋葱给它下里边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盐入个底味 小火咱们给它炖上二十分钟 炖了二十分钟以后 咱们把这个鸡肉给它捞出 然后凉水给它浸泡五分钟 接下来咱们来点蒜末 接下来咱们把小米椒给它切成这种 斜刀小圈 然后咱们再来点辣椒粉 然后咱们给它浇上热油 来点生抽 来点蚝油 来点香醋 来点点花椒粉 来点味精 然后咱们把冷水泡好的这个小鸡 给它拆一下 把肉给它撕成一条条的 咱们把鸡肉撕完以后 给里边来点这个黄瓜丝 来点尖椒丝 在上面来点香菜 然后咱们把小口的六汁 给它抖上去 拿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哇 这锅下刀满足了 哈喽喽喽 哈喽喽大家好 我今天不终于啊 终于搞定了 啊 先来一口啊 来一口啊 哇 来一口来一口 嗯 嗯 哇 今天这个把鸡肉炖的 哇 哇 真是一口渐美味啊 好 来给我来点菜 再来这个凉拌鸡丝 哇 好好吃啊 嗯 哇 炖的香肝要给力啊 哇 好好吃啊 哇 炖的香肝要给力啊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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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饭呢 这块相当肥啊 进去脸花了 大家看胶嫩的躯体啊 又不看这风霜的油液啊 随便一夹就是可能夹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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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折是直虚折啊 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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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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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咱们再来 再来一片 咱们再来一片 鼠丝鸡吧 哎 这个鼠丝鸡其实超下饭 咱们再来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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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看啊 这五花儿其实个头不小啊 一个一个一个半个脸大 这油液的身姿啊 即将要坠落啊 咱们再来ュb minimizing 麻辣鸡丝 再搞两盘小把子肉 来盐菜安排一下 然后再来一块蒜 终于到了美妙的盖饭环节 米饭必须盖 谁盖谁可爱 这是鸡蛋 它是咬到的 鸡蛋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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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是喊